台湾的蔡英文前总统 他最近访欧 访问欧洲的第一站就是捷克 也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中国故意选择的 理论上来说 中国一定会在台湾的双十国庆之后 有一次军演 那为什么会在台湾 蔡英文前总统 抵达捷克的同一天 这个到底是纯粹的巧合 还是故意 这都有可能 那反正不管怎么说 是中国发动环台军演的同一天 其实也在同一天结束了 就是为期只有一天的这个军演 那台湾前总统蔡英文 来到布拉格出席捷克公园2000论坛 捷克总统帕维尔也在现场 两人有短暂的谈话 那蔡英文总统他做了一些发言 就是说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有增无减 但台湾与民主世界伙伴 站在一起以民主价值为荣 等等的 台湾就站在威权政体威胁的最前线 有一句话蛮微妙的 就是说在每个关键时刻 台湾的公民社会都自发挺身而出 捍卫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 我个人觉得 他有可能是在指霸凉 当然也有可能是指青鸟 来赞美台湾最近的公民社会 很重要的这两次运动 一个是霸凉一个是青鸟 当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 肯定是要批评的 朱凤莲各种骂 蔡英文前总统他说 台湾人一次又一次展现 民主代表着我们是谁 不容妥协 是我们坚定不移 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捍卫我们是谁 需要勇气与坚持 但身为台湾人 这是我们的信念 基本上延续 他在任的时候的一个论调吧 都是这样的 就是台湾人抵抗来自中国的这个威权 是在第一线上 跟各国盟友一起 他特别提到台湾公民社会 我觉得是有在 就是给青鸟 包括霸凉 加油打气 我觉得应该还是多少有点这个含义吧 很引起外界讨论的 就是当时蔡英文前总统 他在发言完毕之后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特别提到了黎智英 就我首先说一下 就是蔡英文前总统 他在任的时候 有些话他不会说的很明显 因为他毕竟是时任的台湾总统 你譬如说大家都知道 他是很同情 这个香港的被中国逮捕的人士的 但是以台湾总统的身份 如果你去声援被逮捕的香港人 他会有一个政治上的效应 包括就是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是 蔡英文前总统 在布拉格会面了西藏流亡政府的领袖 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 台湾的这种级别的政要 前总统这种级别的政要 不避讳 不避讳于西藏流亡政府首脑的会面 蔡英文他在卸任之后 有些事情他就可以做了 身份他的这个变化之后 你能看到蔡英文前总统 他可能会做出一些以前他可能心里有 但是可能不太方便做出的一些表态 那你譬如说就是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黎智英 说他们应该释放他 他们应该释放他 黎智英他是很有名的香港苹果日报的创办人 他自2020年底以来一直被单独关押 那他同时也是英国公民 注意一下他是英国公民 香港或者说中国吧 中国逮捕关押他 是因为黎智英他是追求香港自由民主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人物 中国要在政治上面要把黎智英关到死 这个是很明显他要做的 蔡英文前总统他的这个发言 他们应该释放黎智英这个发言 他是在这个对黎智英的审判 即将于11月20日恢复开庭之前 那蔡英文前总统做出的这个呼吁 就是台湾人大家可能不见得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香港议题 现在在世界上慢慢慢慢的在变边缘化 在被边缘化 就是也没有办法 就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已经过去这么五年了 然后香港就一直就是处于一步一步的更沦落的一个状态 国际社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议题要去关注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这个战争 这个整个的国际社会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去关心 那黎智英大家都知道 但是说有蔡英文前总统 台湾前总统这样一个商贩 能把这个议题再提出来 这很不容易的 在这个时刻做这件事情是既没有灯光 也没有鲜花 更没有掌声 就是因为香港这个议题已经在国际社会被淡化了 我当然我不是香港人的 如果我是香港人 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就因为在这个时候还能提香港 就这不是在2019年那个时候知道吧 就是这个时候还能想起来这件事情 那再就是蔡英文前总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识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识的 但是蔡英文前总统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展示台湾人的温柔和包容和宽厚 就是蔡英文前总统他非常善于做这个事情 因为他在表示说他们应该释放黎智英的时候 正是国际媒体报道英国因为害怕激怒中国 推迟蔡英文总统访英的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大概就是在蔡英文前总统发言之前的大概一天 整个的全世界的关心抗中议题的人都在都把英国给骂爆了 因为当时是说就是蔡英文前总统原定要访英 然后呢原定要在英国的议会可能有一个发言 那然后呢英国的外长要去中国访问 那然后英国的行政政府那边就施压国会 就说你们不能在这个时候邀请蔡英文来国会 你不能在这个时候邀请蔡英文来访英 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有可能英国的外长就不能去中国了 这个当然是很丢人的 这个是当然很丢人 就是英国很多议员都在痛骂呀 英国很多人都在痛骂呀 包括我也痛骂呀 我昨天就痛骂说你英国为什么非要求着中国去中国 对不对 是中国有求于你英国 不是英国有求于中国 就以现在中国的国际处境 是他有求于英国 不是英国有求于你中国 对吧 你为什么就你咋就这么贱是吧 就是你你为什么就非得去 那如果他真的因为蔡英文前总统访英 就不让你去了 那你看看是谁损失大 对吧 你干嘛是你退让 明白吧 这个意思就是你干嘛是你英国退让呢 那就是整个这个世界的氛围都是在痛骂英国 对吧 都说英国糟糕 然后都是站在台湾这边 对吧 那然后蔡英文前总统他却在大概一天之后 就是这么微妙的一个就是大家都在骂英国没骨气 没骨头的这个时刻 他呢却提到了已经一定程度上被很多人遗忘的黎智英英国公民 英国公民黎智英说他们应该释放他 他展示出来的是一个世界一流的领袖 在外交上面一种非常微妙的姿态 你英国没有这个guts没有这个勇气啊 让我去啊 对吧 但是没有关系我我还是在意你的公民的 人权对吧 我利用我作为台湾前总统的这个身份 这个地位 这个影响力 对吧 我说一句话 就是你看我们这些人说一万遍的啊 希望释放黎智英 那上不了美国之音 上不了世界媒体 你看着就是所有世界媒体肯定都报说 蔡英文前总统 台湾前总统呼吁释放黎智英 蔡英文前总统利用他的媒体的这个灯光 对吧 就是他在卸任之后 这是蔡英文前总统在卸任之后 第一次出访 对吧 一个刚刚卸任的领袖 大家要记住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总统领袖 他在刚刚卸任的时候 他都是最有影响力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因为他刚卸任 他刚卸任之后的第一次出访 然后他正常发完言 然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 说呼吁释放黎智英 就蔡英文前总统利用他这么宝贵的 这个就是有影响力的这个时刻 这个媒体关注的 这个媒体的聚光灯 打在蔡英文身上的时候 他利用这个机会 他是在呼吁释放一个英国公民 一个英国公民 英国刚刚如此无理的 如此怠慢的 然后如此就是丢人的 要求推迟了蔡英文访英的形成 而蔡英文是这么来对待英国的 是在呼吁一个英国公民的释放啊 就是你知道就是这种 他把台湾人性格中的一种 非常宽厚的东西 非常充满同情性的东西 他以一种微妙的形式 呈现在了世界的舞台上 而且他非常有一种 他确实是人性的光辉 实实在在 他是人性的光辉 你在政治人物身上 能看到人性的光辉 这个是令人感动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政治人物都爱说套话嘛 很官腔 但是蔡英文他就这一句话 他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台湾人 他的宽厚 但他也没有说 我们这些骂英国贱的有问题 也没有 他不是说那个事情 他只是利用他的身份 去呼吁一个英国公民的释放 就是这种高度 就这种人格的高度 你想想就是多让香港人 多让英国人感动 尤其是让英国人羞愧啊 他肯定是会有这个效果的嘛 英国的议员啊 就是他之前也在痛骂英国政府 就是说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 蔡英文前总统 但他那个时候的那一种愤怒 还是就是说 这个我们跟蔡英文前总统 关系这么好 就是我们跟台湾关系这么好 你就是这么对待盟友的吗 你就是这么对待好朋友的吗 世界上哪有这么对待好朋友的 对吧 好朋友卸任了 要来英国访问 结果你就因为害怕激怒中国 你就把人家给 把人家的行程就给 就给推迟了 你这做的多么讨人厌的呀 多么糟糕啊 他还是这种态度呢 他之前是这种态度 但是当他看到说蔡英文前总统 他去呼吁释放黎智英的时候 他说我简直是说 作为一个英国人 我简直是要被这种尴尬 给击垮了 大概意思就是说 这是他作为英国人 感到非常尴尬的一天 就是这个尴尬 简直他尴尬到 他已经要被这个尴尬给击垮了 说当一个就是目前捷克的总统 跟台湾的前总统蔡英文会面 那但是呢 英国呢就把他给就是把他的行程给推迟了 理由就是怕北京生气嘛 怕北京玻利辛嘛 那就是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说丘吉尔都要脸红 英国在历史上 无论是丘吉尔那个时代 还是撒切尔夫人的时代 英国实际上是还蛮受尊敬的一个国家 就是说当时整个欧洲都沦落了 这个法国也投降纳粹了 但是呢丘吉尔他不是这个挺住了吗 就是整个欧洲就 就是英国是抵抗纳粹的这个灯塔嘛 那种感觉嘛 那你像撒切尔夫人也是 在应对苏联 这个共产主义的扩张的时候 撒切尔夫人也是非常坚定的一个抗共的人嘛 那那个时候就是他和美国的这个联合 就是捍卫了世界的这个秩序嘛 那总之就是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撒切尔夫人 都是大家众所周知的非常有原则的英国的领袖 然后结果如今英国的领袖就这个样子 就是英国目前的这个执政党工党 他就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呢就说丘吉尔他都得脸红 就是觉得作为英国人很羞愧这个意思吧 就是另外一个应该是 我觉得看名字像是香港人 他就在说到说英国政府你们在干啥 说一个台湾人在捷克呼吁一个英国公民的释放 英国政府在干嘛呢 英国政府你在保卫自己的公民的人权 对吧捍卫自己公民的人权上 你在干嘛呢 就是对吧一个台湾人台湾的前总统在捷克来为你做这个事情 对吧你英国政府你难道不应该感到羞愧吗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很很厉害的在外交上面的一手 蔡英文前总统他一个关心香港的状况 非常关心香港被逮捕的这个民主人士的情况 我相信他非常担心李志英的情形 那就是这些都应该是真的 那但是你以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行为来讲的话 也是杰出的一手 杰出的一手 很厉害 我觉得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手 蔡英文前总统他出访捷克嘛 那然后也去了查理大桥什么的 就说布拉格也很漂亮啊 给你们放一下吧 就是将来有机会我也蛮想去捷克的 那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捷克那边玩 那好像就是台湾人现在去捷克的也蛮多的 你像这位推友就去了捷克玩 那然后蔡英文前总统在这个景点也遇到台湾人 就是台湾人很可爱 就是台湾人知道捷克很有善台湾嘛 那台湾人就会很努力的去捷克去冲 就是冲业绩吧 就是冲台湾人游客的业绩 明明要往右走 但看到狗狗前总统蔡英文忍不住一个转身 只是摸雕像许愿的传统 还是要听专业的啦 有摸过的都会再回答 要摸那个雕像的最好 摸这个都要是 许夏和捷克的承诺 蔡英文惊喜现身知名景点查理大桥 必访的成功踩点了 那好吃的怎能错过 中午有没有吃捷克美食 还是有没有打算这里就要吃 有吃捷克菜 捷克菜 觉得如何 很好吃 幸福笑容洋溢脸上 同样好心情的还有台湾游客 居然野生捕获小英总统 我宝贝超爱你的 超级爱你的 对啊 我们玩很多地关了 去德国 是做直飞着到 杜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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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瓣明很会玩 怎么就这样聊开啦 蔡英文卸任后 第一个出访行程 看得出包袱放下不少 但仔细看这回陪她的 还有好久不见的 前经济部长 王美花 王美花在部长任内 积极推进台节 在半导体等经贸产业合作 更曾会面 捷克中议院议长 艾达莫娃 即便这回低调不受访 但巧巧出现在访团中 无疑要见证台节友好的重大篇章 经济人李廷彭宇舟 在捷克的采访报道 将来有机会去捷克玩 好